- 又要去見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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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現在已經在機場的禁區裡了 - 這次真厲害了 - 是我第一次拿到我席席上班 - 下班直接來機場出發 - 因為我這次打算開一個新系列 - 就是叫做 Weekend 旅行團 - 一天假也不用請,快閃一個weekend - 節奏快點,一閘過 - 我第一個快閃的目的地就是 - 剛剛開關的台灣 - 事不宜遲,馬上出發 - 剛剛我去了環牙60閘那間鬼賓室 - 我自己的感覺是非常麻煩 - 因為它的食物種類好少,只有那幾樣東西 - 而且裡面真的超小的,晚一點也沒有空間 - 所以我建議去回1號閘那間 - 希望那間比較正常,有得坐有得吃 - 這間真的不要浪費空間 - 準備出發吧 - 我們台灣見 - 一個小時多一點就已經來到台灣的桃園機場 - 四年沒有來桃園機場了 - 四年沒有來桃園機場了 - 那我出來第一件事呢 - 先去回了我上網買定的機場接運票 - 因為是買了,就不用再排隊買票 - 直接進站 - 主要一間我已經來到台北車站了 - 今次我也是選擇住台北車站後站 - 但就不是住上次的那間,因為上次的那間已經滿足了 - 如果你像我這樣住後車站在那邊 - 你在桃園哲雲出來記得去Y出口 - Y13 - 因為只有那個出口有升降機 - 出來就已經是接近華蔭街這邊 - 就不用抬著行李行樓梯了 - 我這次就住在旁邊街 - 房間就是這樣 - 都OK的 - 放下東西就馬上出去逛街 - Let's go - 我現在準備去這次旅程第一個目的地 - 就是去這個寧夏夜市那裡覓食 - 其中一個原因為什麼我今次會選擇住台北車站呢 - 就是因為由酒店走過來寧夏夜市 - 只需要8分鐘而已 - 所以我來到第一時間,我立刻來寧夏夜市 - 感受一下久違了的夜市氣氛 - 雖然現在已經是夜晚11點 - 但來夜市依然是超級多人 - 看看有什麼好吃 - 回來了 - 看我的聞名字 - 遠微觀吃 - 想像說 specific耶 - 啊 - 覺得這麼新做 - 超級 NatICK - 看我 решилism - nå了 - 禰豆金 - 漫自賣 - 低 tard - 全會不會瘋 - trait - 正會不會瘋 - 光雁 很美味 這個是超出名的炸湖頭酥 它裡面還包著一顆鹹蛋黃 哇 超香 很好吃 它還剛炸起 這個就是我排了10分鐘隊的爆漿魷魚 嘗嘗好不好吃 超級熱 看到這些煙都出來了 嗯 好吃 它的焦鹽味是超香 這個很好吃 這個燙燙燙了這麼大份 原味的蔥油餅 可以了 它的餅是一隻麻辣的醬 對我來說 有點辣 對我來說 都可以的 但我不是明明 叫了不辣的嗎 再加上一杯冰凍的冬瓜茶 玩味 零下夜市這裡真的超好行 它除了有東西吃有東西玩之外 它旁邊還有一間24小時營業的小北八貨 裡面是超多東西賣 而且超便宜 走完夜市再過來掃貨真是一流 來到台灣一定要嘗嘗傳統的台式早餐店 我今天來到中正紀念堂站附近 一間很受日本人歡迎的台式豆漿店 我也是第一次嘗嘗這個台式的鹹牛醬 我先嘗嘗 它加了些油條 蝦米 如果加點醬汁會比較好吃 它的粗蝦餅是極大的 原來我不是真的吃得完嗎 它是新鮮的仔 它是沾完也會給你 我又選了油條 就加上蛋 這麼豐富的這一餐 韓式早餐 加上好像是117元 超划算 吃到這麼飽 真的要去地坑逛逛逛逛逛 其實近近的 中正紀念堂這裡 都會有櫻花體 在這裡 中間的夜星 都會有空 中間的夜星 在這裡 在這裡 是三星 中間的夜星 是開店 都會有空 在這裡 中間的夜星 另一個夜星 有空 回酒店訪吃 說這麼快回來說 因為胡椒餅上次已經試過了 我這次先試了一個甜甜圈 因為是新鮮出爐,現在還要辣辣 很香,看多棒 有很多糖粉在表面 先試試 因為新鮮出爐是更好吃 難怪這麼多人排隊 很香,煙煙人 這個很棒 我現在可以吃四個 其他就是今晚吃 來台北沒有理由不來西門町 不過今天是星期六的下午 西門町是超級多人 人潮好像比以前還誇張 不過我這次來西門町 除了因為很久沒來之外 其實我還有任務的 就是來買手信 因為西門町比較集中 基本上出名的手信 這裡都可以買到 另外還有一樣 必做的就是去逛家樂福 因為西門町附近 有一間很大間的家樂福 可以讓我慢慢逛 還要去開24小時 現在已經是下午4點多了 我現在準備坐車去狗睡 因為台北車站附近 有一個巴士可以直彈 九份路街 但有九個字就可以去到 因為現在九份有一個 小紅燈籠的活動 晚上亮燈會更好看 所以我特地在接近 旁晚的時候 到九份就可以看到亮燈的一刻 然後看到亮燈的一刻 對面的一刻 就是現在很喜歡的 如果上來九份也已經差不多了 那一刻呢 可以慢慢走 還有現在這些燈籠還要浪費燈 超美 因為狗墳本身是一個古城感覺的地方 現在掛上紅燈籠的感覺是超佳的 晚上來看真的很美 現在是晚上八點半 我來到松山車站 本身的行程並不是這樣的 本身是想到九份離開後 去基隆的廟口夜市吃飯 但因為剛才太多人等公車去基隆 所以我還是決定乘車回來台北 不要緊,松山車站也有搖河街夜市 可以給我掃街 走,開餐 河河街的食物是蠻好吃的 但當時都要排隊,有點惡搞 繞了河河街一個圈 花了一個過半小時 不行了,真的要撤退了 因為實在太多人了 現在回酒店休息一下 然後再出去吃 昨晚因為太累了 洗完吃了一分鐘 所以沒有出去吃宵夜 我現在正在去酒店附近的一間早餐店 先休息一下早餐 有不停的,很容易煮飯 攪拌 煮得了 更進 河河街 河河街 上水 河路 在這兒 拿過 河河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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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街 都不可以啊,好問啊 基本上撿了我半小時才撿到 勉強20公斤以內 我買這麼多東西,我又不太擱自己買得多東西 現在是早上11點 剛剛放下了行李 現在準備坐車去陽明山看櫻花 我現在準備坐接運去石牌站 再轉巴士上陽明山 多漂亮 由陽明山第二停車場出發 開始上櫻之旅 初心也選擇 到這裡 了 對 二 現在不用了 這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累積了兩天的疲勞 是時候去松一松 我現在駕車後來到北投 打算東興到大中湯 泡泡泡泡泉 ,松一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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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